海洋動物 其實海洋動物 它可能終身都沒有辦法去見到陽光 接觸到自然的這種環境 我們認為它的家園應該是在野外 所以只有在野外 才是對它最好的一個保護 好,等等我下來了 你來吧,謝謝您 咱們先過馬路吧 我們先從展的後門看能不能進去 那您到門口找 我來找您 我叫鄭裕,是在世界動物保護協會就職 我主要工作的職位是野生動物項目經理 我們一直在做相應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提升公眾的意識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讓旅遊企業 就是一些行業能夠進行一個轉型 向這種動物友好的旅遊的方向去轉型 我們今天的這個展大家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叫做真相之門 我們就會把我們機構做的動物保護的一些理念 通過一些展覽的一個形式展現出來 其實中國的海洋館因為它的發展是比較晚的 當然在近三五年內 確實這個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現在新興的這些海洋館 它更多的是盈利性的 所以它在設計場館的時候 它並不是以動物福利為關注點 它更多的是為了就是更好的 能夠讓觀眾去看到這個動物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去海洋館和動物園的人們 90%以上都是因為它喜歡動物 但是呢其實這些盈利機構也是抓住了這樣的一個賣點 製造一個非常看似愉悅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各位親愛的來賓 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很多海洋館它都是為了通過這個表演 還有海洋動物與人們的這個互動 能夠增加場所的盈利的這樣的一個性質 但是呢我覺得野生動物表演 它其實是一種對動物的傷害 它也對人們也並沒有正確的這種價值 或者是科學的這種科普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它是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它給人們的一個信號就是說 尤其給小朋友的一個信號就是說 讓你覺得這個海洋動物用於表演 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一種情況 但實際上並不知道 其實這個背後對於這個動物來講 它可能是一個終身的監禁的這樣的一種狀態 我覺得這個其實對於兒童教育來講 是一個非常負面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也並不是一個文明發展的這樣的一個趨勢 喜愛的這個來講 就是我剛才說的 可能大家是出於喜愛去看的 但反而獲取到的是一種誤導的信息 或者是錯誤的信息 就它的表演和它的野外的生活和習性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就是這個表演是沒有辦法 能讓觀眾去正確地了解 這個野生動物的習性和它的自然的這種行為的 正常的一個表演師 它可能有一點像一個劇院的這樣的一個大的屏幕 但是它有可能在圈養 就是它不在表演的時候 它可能在後台生活的那個水質是會非常的小 那同時在這個每天可能它有這個兩到三場的這樣的一個表演 然後在這個表演的過程當中 可能這個聲音會非常的大 但是這種情況下呢 這個海洋動物它的聽力其實也是非常敏感的 對於它們來講壓力也是會很大 然後而且它是一個非常高度社會化的一種動物 所以在這個人工的環境下呢 完全沒有這樣的一些野外的 同樣的這種社會化的這種社交 所以說我們會認為就是這種環境下 其實是完全並不適合像海洋動物去生活的 從2015年到2019年這個海洋館 就我國的海洋館的數量可能已經從50多家 變成了快到80家 那麼它的就需要更多的這個海洋動物在這個場館裡 那在這個需求下呢 這個動物的來源無非就是兩種 一個就是海外要野外的這種捕撈貿易進入 另外就是從已有的這個種群 圈養的種群裡面進行繁殖 那麼在國外的經驗來看呢 其實並不都是從已有的圈養的這種條件下去繁殖的 一大部分還是要從海外的這種野外的這種捕撈來 所以說這種數量的增加 無可厚非的就是肯定會影響到野外種群的數量 我國的那個駐建部是在2013年 有頒布新的這個城市動物園發展規劃 就是說在國家動物園裡面是不允許 野生動物用於表演這樣的活動的 駐建部的這個法 不管是林草也好、漁業也好 監管起來也是非常的複雜 可能它的部門相對比較多 它就更難以監管 海洋動物的這個表演的一個 正在非常興起的一個狀態 但是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說 我們能夠讓人們了解到這個海洋動物也好 這個其他的野生動物也好 它在表演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是一個 背後是一個巨大的一個傷害的一個問題 那麼去的人就會相應的變少 海洋管如果它的目標是把自己定位成公益保護 教育這樣的一個機構呢 那它肯定是有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包括給人們傳達這種正確的價值觀和保護的信息 然後它可能更好的話 它能夠肩負起這樣的一些自然教育 自然保護的一些角色 讓教育吧 我們cking不ού的 這個營業 很好 喔 podemos 講 不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